嗨 大家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我這幾個影片的錄製的打點板 聽起來是沒有沙沙聲對不對 其實這是我最近幾集疊版 疊出來我覺得還蠻喜歡的一個組合 那當然其實主要的沙沙聲是下面這一片 下面這一片 它是HQ的那個EcoPad 那為什麼它會有沙沙聲的 那其實它背後是有玄機的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背後有一個這個樣子 這個不太好拆 我們看一下喔 它背後有一個這樣的機關 然後它這個是 裡面有鐵珠 我不知道是鐵珠還是什麼 鋼珠 那這個轉的地方是可以控制它的鬆緊 也就是說你看喔 我把它放得很鬆 我光是搖它本身就會沙沙的聲音 聽聽看喔 就可以當Shake喔 對不對 這就是很鬆的聲音 那其實單打這片的板子 這片板子因為它是用回收的那個 廢輪胎的橡膠去做的 所以會比較硬 有點吵對不對 那當然啊 如果把它搭配這塊 我就覺得很有意思 這塊其實是那個 Prologix的打點板 Logo被我貼到後面去了 那它其實有分三個系列 這個六吋的有分三個系列 那這個系列主要是以 那個 我猜應該是高密度泡棉吧 它貼兩層的 那它有另外一個系列是 下面是高密度泡棉 上面是橡膠 那當然也有最傳統的系列 就是整塊是橡膠的 那它有用不同的顏色區分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看有沒有這塊 好 那如果我現在這個底下 把它轉到很重 我們打起來會怎樣 我試試看囉 如果只有這片的聲音 它其實是蠻靜音的 對不對 很軟 很像是那個 爵士谷的靜音墊的聲音 但是如果疊上去 你這個還是有軟的手感 但是 它後面那個 鋼珠的聲音就很明顯 所以如果把它 這樣搭起來的話 聲音就會很厚 好 那我們試試看 把它稍微 鋼珠壓緊一點 聲音會變怎麼樣 好 原本是這片的聲音的話 聽起來會這樣 變少了 好 那我們再試試看 比較收一點 還不錯 那再收緊一點呢 我看一下喔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板子本身的聲音 比剛才少很多 那這個呢 好 聲音比剛才收 好 那我們再試一個 轉到最緊喔 我完全不讓鋼珠有晃動的空間 那這樣子好了 它幾乎已經沒有那個鋼珠的聲音了吧 我確認一下是不是轉到最緊 已經最緊了 好 再試試看喔 剛才那個線的聲音 就是 模仿線的聲音已經沒了 但是你看 我只要再轉開 等我一下 轉開 又有啦 好 再轉鬆一點 這樣吧 好 再轉緊一點 轉到最緊 不能再轉 又變回這個聲音了 好 這是我覺得還不錯的組合 因為上面這片 軟軟的 下面這片 硬硬的 它有響線的聲音 然後 這個後面的紫滑橡膠 這個材質 剛好 跟 這個材質 硬硬的 回收 廢輪胎橡膠 的 紫滑的效果 非常好 所以你會看到 我在影片裡面 打這麼久 其實它 除非是真的 打了很多點 然後又很重 它才會開始有點滑開 不然的話 這樣放著其實 還不錯 而且 手感我蠻喜歡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不同的 打點板去疊疊看 我之前的影片其實也有疊過 好 這就是我個人的一點點小興趣 就是看到 奇特的打點板就會想買 好 那就介紹到這裡 謝謝大家喔